前朝西蒙政府在2019年推行B40群体健康关怀计划 让40岁或以上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免费检查身体 以及提供其他的健康援助计划 不过还是有很多符合资格者并不了解这项福利 因此马华、伊斯坦达、公主城、区部 接下来会协助政府全面推动Bukka计划 让更多民众受惠 因为这个Bukka是在2019年所推出的这个initiative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刚推出不久 可能人民还对这个Bukka一直半解 过后我们就是PKP或者是MCO了 那么直到现在才有关当机了 才慢慢的又再次推动这个Bukka 那么这一次我们马华、伊斯坦达、公主城 会前面的协助政府配合这个死人诊所 前面推动这个Bukka 马华、伊斯坦达、公主城、区会主席 拿渡张秀福今天在柔佛新山出席活动之后 向媒体表示 免费体检计划一般都是在政府医院进行 但是为了避免政府医院出现拥堵情况 当局决定和私人界合作 让私人诊所的医护人员为符合资格的民众进行免费体检 他也指出Bukka B40计划涵盖四项福利 符合资格者除了享有免费体检服务 也可以获得医疗设备援助、患癌治疗辅助金 以及交通补贴 而这项计划没有限制人数 只要是40岁以上的生活援助金受惠者和配偶 都能够自动享有这项福利 民众也可以透过官网查询是否符合资格